苏轩接着说,这三位啊,当年在北苍陵院也是极其顶尖的风云人物,他们在行殿当中也拥有着极大的名气,据说在一年前他们曾经联手出动,而他们的任务就是绞杀玄商榜排名第一的魔行天。 魔行天?牧尘这才动容,那魔行天正是他们北苍陵院玄商榜上高居第一的超级狠人,据说这个人是龙魔宫创建以来最年轻的长老,天赋尽腰,实力极端恐怖,比起之前他们遇见的魔龙子还要强横。 而那三位所谓的三大将,竟是能够对其绞杀,那般实力显然也是极为恐怖。 那最后的结果呢?牧尘忍不住问着。 结果啊,苏轩无奈的一笑,魔行天哪有那么好对付啊,即便是行殿三大将同时出马,但依旧还是空手而回。 不过,其实能从魔行天的手中全身而退,就已经是一种很了不起的成绩了。 牧尘也是微微点头,光是的魔龙子就已经非常厉害,那排名第一的魔行天显然是更为的恐怖。 如果可以那样轻易地被绞杀,也不值得这个名次。 狩猎战中,这三大将是所有学员共同的对手,只有打败了他们才能获胜。 而一旦获胜的话,所有手中持有灵光的学员,就是能够获得狩猎战最让人垂涎的中奖。 那就是灵光灌顶。 说起灵光灌顶,牧尘分明见到就连一旁的冷若冰霜的黎青,脸上都掠过一丝丝热议。 不过呢,牧尘却只能苦笑茫然。 所谓灵光,其实是狩猎场中的一种特殊物质,由最为精纯的天地灵气所宁。 而我们进入狩猎场,也将会以夺取灵光为目标,获得的灵光越多,那么在接受灵光灌顶的时候,获得的好处就越大。 苏宣见牧尘那茫然的神色,就知道他对此不清楚,当即轻笑着说, 据说你参加过灵露,那应该知道灵露灌顶吧? 其实啊,这灵光灌顶也和灵露灌顶相差不多,能够大幅度激发潜能,提高实力。 哦? 牧尘这才恍然,旋即他心头危感震动,难怪那狩猎战会让无数平日里隐藏着实力的学员纷纷暴露。 原来是有这样的好处的。 他参加过灵露,自然知道灵露灌顶有多么重要。 如果不是他拥有着诸多手段,想来也难以追赶上那些在灵露当中获得王级平定的各方天才人物。 如果那狩猎战中的灵光灌顶也有如此神效的话,那的确是万万不能缺少了。 当然,想要获得灵光灌顶,就必须得打败最终的镇守者。 所以我才说,那刑殿三大将将会是我们所有人的对手。 不过呢,我为什么要提醒沈苍生来参加狩猎战,那不是给自己找个厉害的对手吗? 对啊,以往的镇守者都只是一个人,而这次不仅有三个,而且那刑殿名气最大的三大将,这三个猛人恐怕只能沈苍生和李玄通出手,才能对抗一二啊。 郭兄感叹着,牧尘微微点头,沈苍生和李玄通算是如今北苍林院当中实力最强的两个,如果这两大汉将缺席的话,这狩猎战恐怕他们学员这一方还真占不到多少的好处。 好了,也差不多了,我们先去北苍城通报一声,取得愿饮,然后直接回愿吧。 苏轩指了指,远处的一座巍峨城市,那就是北苍城镇守在北苍林院之外的防护之一。 牧尘几人温言也是点点头,树人斩动身形,掠过长空,进入了那庞大无比的北苍城之中。 而他们在北苍城中也并未过多停留,寻找愿妇通报一声,顺利取道愿饮,而后便通过北苍城,短短两个时辰的时间,就已穿过北苍林院那辽阔的外围。 再接着,那看不见尽头散发着无尽活力的北苍林院就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之中。 一行人望着那看不见尽头的林院,也是忍不住松了一口气,脸庞上有一抹笑容浮现出来。 这次的任务总算是完成了呀。 北苍林院上空,几道光影自远处掠来,他们望着下方那成片成片的修炼场,在看着那漫天掠过的光影。 原本紧绷的心情也终于逐渐松缓下来,只有经历了那种步步杀鸡以后,才能够感觉到这北苍林院那种令人心安的温和的氛围。 在这里,他们能够彻底放下所有的担心,因为只要他们还是北苍林院的学员,那么在这里就会受到那种庞然大悟的完美的庇护。 牧尘一行人,略进北苍林院,倒是直接对着任务殿所在的方向而去,如今的他们算是顺利完成了任务,所以还得先去把任务交了,再取得他们相应的任务报酬。 任务殿,坐落在北苍林院西北角落,在那群山簇拥间,一座灰红巨殿处立,在那巨殿周围,正有着恐怖的人流在这巨殿之外,来来往往。 任务殿在北苍林院中,同样是一处极受欢迎的地方,不过一般能够来到这里接任务的学员,大多都是有些能力,特别是一些需要去往北苍大陆的任务,更是对实力有着严格的要求。 任务殿四人在苏萱的带领下,落在任务殿前面,然后进步走入。 任务殿内,异常的明亮宽敞,在大殿内,有众多的水晶光幕,在光幕上密密麻麻跳动着各种任务。 牧尘的视线只是略一扫视,就看向了任务殿的中心位置,那里有着一道血红的水晶柱,在那水晶柱上,鸣刻着一些血淋淋的文字,触目惊心的颜色,让这水晶柱成为这辽阔大殿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东西。 而每一个来到此处的血淋,都会沁着一些愤怒以及恐惧地望向那星红的水晶柱,以及上面那一个个由鲜血堆积起的名字。 悬赏榜 牧尘的眼神微微一凝,在那水晶柱最上方,三个血红字体闪烁着刺眼的光泽,显然这东西就是他一路而来听了不少的北苍林院悬赏榜。 牧尘看向水晶柱上方,接着那些熟悉的名字就跳入了眼中。 悬赏榜第一名,魔形天,赏金一千万灵指,绝品灵气一剑,神级灵觉一部。 悬赏榜第二名,魔龙子,赏金八百万灵指,神级灵觉一部。 悬赏榜第三名,血龙人木骨,赏金五百万灵指。 悬赏榜第四名,鬼熊,赏金三百万灵指。 星红的字体显示着这些名字所代表的危险性,而那高额的赏金也是看得人眼皮疾跳。 只不过所有人都明白,那种赏金虽然高昂,但却并不是人人都有资格去享受的。 那魔形天的赏金,竟然高达一千万灵指。 牧尘也是忍不住感叹了一声,一千万呢? 那几乎就是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了? 北明龙坤的精血,都快能买两份了。 他的伤心,至今没人能够成功拿到,那种人物,已经不是我们这些血缘能够对付的。 就像沈苍生,也只能找魔龙子的麻烦。 苏轩无奈地笑笑。 牧尘微微点头,他见过魔龙子,也非常清楚后者的厉害程度。 但是,那魔形天却比他还厉害,按照牧尘的推测,恐怕那家伙已经进入通天境的层次。 通天境的实力,即便是在北苍灵院当中,也是足以获得长老的级别。 在一些实力较弱的大陆上,几乎更是能够独霸一方,堪称小至尊了。 走吧,我们把任务交了,此外,这次任务出现了龙魔宫,我们也必须把这个消息告诉北苍灵院。 苏轩轻声说着,然后轻移连步,静止走向任务殿中央处。 那里,有一片巨大的水晶屏幕,来来往往的学员在等待着交接任务。 不过这种地方,显然任务的高低也是有着不同待遇。 苏轩静止走向那巨大的水晶屏幕最中央的位置。 那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正在呼呼大睡。 那震天般的呼噜声刺耳的响起,但是却没有学员敢上去打扰。 苏轩见状,则是微微的一笑,走上前,御手扯住老人的胡须,轻轻的一扯。 啊,谁啊? 那正做着美梦的老人几乎瞬间跳起来,捂着胡须,怒吼一声。 不过,当他见到面前笑吟吟的苏轩的时候,这才哼哼的说。 哼,又是你这丫头,交任务就交任务,每次都对老人家这么粗鲁。 哼,你每次都偷懒,照我说,应该把你的胡子全拔光才对呢。 苏灵儿也是凑上来,娇声的哼着。 哈哈,你们这两个丫头啊。 那柳长老无奈的翻翻白眼,最后视线看了看他们。 嗯,你们接的天洁任务完成了? 咦,这么快? 哦,怎么还有个容天静的小子啊? 他的视线突然顿在牧尘身上,愣了愣。 丫头,你们竟然把这小子带去北苍大陆了? 胡闹,这万一出了事情,怎么办呢? 难不成是你们姐妹谁看上他了不成吗? 他这话前面还对,到了后头却话锋一转,顿时把苏萱姐妹闹了一个大红脸。 四老头,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苏灵儿笑脸滚烫。 嘿嘿嘿,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嘿嘿嘿嘿,不过这不合规矩,这小子的报酬啊,得减半,啊? 别瞪我,这还是看在大家是熟人的面上,不然啊,一分灵职都别想得到。 牧尘恶然,灵职减半。 他们所处的位置是天阶任务结交的地方,所以当苏萱他们一来的时候,周围就有着不少目光投射过来。 苏萱姐妹在北苍宁院名气不小,自然是很容易被辨认出来。 柳长老的声音也是把那些目光吸引过来,然后他们有些古怪的看向牧尘。 这个小子,不过猜荣天静的实力,应该还没资格接天阶任务吧? 苏萱怎么会带上他呢? 莫非他们之间真是有些关系不成? 喂,老家伙,你少不说,我们接的任务,情报上说只是通天临藏。 可等我们到了白龙之丘,那明明就是一个至尊灵藏。 牧尘他容天静怎么了? 那白龙城城主白轩,还不是被他干掉的? 如果不是他,我们就回不来了。 苏萱儿听到柳长老要把牧尘的灵职减半,顿时就急了。 而他这话一出,那周围顿时就安静下来。 就连柳长老都是微微的一愣,显然一时间没有消化掉苏萱儿这话里头众多的信息。 至尊灵藏。 这小子杀了白龙城的城主,怎么可能呢? 我曾经去过白龙丘进行任务,那白龙城城主可是画天静的实力啊。 假的吧? 周围一些人面面相觑,悄悄地嘀咕着。 至尊灵藏? 柳长老也是回过神来。 不可能啊,我们调查的消息明明只是普通的通天灵藏而已啊。 胡扯,那至尊灵藏明明是数百年前陨落的白龙至尊所留,而且那白龙城城主也是龙魔宫暗中设下的棋子。 哼,为的就是取得白龙至尊留下的至宝。 白龙至尊? 龙魔宫? 你们说的是真的? 听到这两个名字,那柳长老的脸色终于变了,他猛地站起来,满脸惊疑。 哼,还有假吗? 最后连魔龙子那个混蛋都出来了。 如果不是沈苍生学长赶过来,我们就回不来了。 我们拼死拼活才回来,归根究底,是你们情报不准确,如果没有牧尘的话,我们全都回不来。 你敢减半他的灵职,我,我才不饶你。 魔龙子? 周围一些正关注着这里的学员听到这个名字,顿时就感到浑身一寒,眼中有着浓浓的骇然涌出来。 苏轩他们竟然撞见魔龙子了。 刘长老也是满脸素容,再没有丝毫的慵懒。 他视线惊异地看了牧尘两眼,然后对苏轩说。 他说的可属实啊。 嗯,灵儿所言,句句属实。 刘老,你如果不信,可以询问郭兄和黎青,或者等日后沈苍生回来,也可以问他。 那白轩是龙摸公的人,实力已经达到化天镜后期。 而且,也的确是牧尘把他杀了,这次行动他鞠躬至尾,所以刘老可不能做糊涂的事情。 一旁,黎青和郭兄也是重重点头。 周围一片安静,就连那柳长老都有些难以置信地盯着牧尘。 他竟然能以荣天镜的实力斩杀化天镜后期的白轩。 这怎么可能呢? 牧尘被那些目光盯着也是有点不自在。 他无奈地说, 刘长老,我能够斩杀白轩,那是因为一些特殊的手段,并非算是我的真实实力。 听到这话,周围一些人眼中顿时涌出一股震动之色。 他们才不管牧尘究竟用了什么手段。 他们只知道,这个看上去不过荣天镜初期的小子,竟然真的把一名化天镜后期的强者给杀了。 画天镜后期啊,整个北苍灵院的学园当中,能够达到这个程度的恐怕也是屈指可数吧。 柳长老眼神盯着牧尘,好一会儿以后才缓缓地收回,伸出干枯的手来。 把你们的灵支牌给我,酬劳照常,不过有关这次任务的确切情报,你们得跟我说清楚,我得上报长老团了。 当牧尘一行人走出任务殿时,他们望着蔚蓝的天地,都是忍不住,松了一口气。 随着任务完成交接,他们才算顺利完成了这次的任务。 刚才多谢了,牧尘握着灵支牌,嘴角挂着一些喜悦,一百五十万的灵支,这算是他进入北苍灵院以后最大的一笔收获。 如此一来的话,距离北宁龙昆的惊血倒是更近了一步。 这次任务本就是完全靠你才能够成功,如果酬劳被减半,也太说不过去了。 苏轩微微的一笑,一旁几人也是点点头,这次的任务如果没有牧尘的话,恐怕他们连活着回来都成问题,更何况顺利完成任务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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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